Linux核心设计 各位好,欢迎来到Linux核心设计讲座 那我们今天来探讨在这个课程第一周以及第二周的这个作业 好,我们继续来做探讨第二周的作业 然后我们在第二周的作业呢,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个Fibonacci Divide Driver以外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东西叫K-Kel K-Kel,这个是放在Linux核心设计的计算机 因为前面做这个Fibonacci,你可能做分析 乍看作业很无聊,但是里面很多细节都动,可以让你钻研 然后那你可能好奇说,我能不能把这个Linux Kernel做扩充 就是让它可以变成一个通用的计算机 先展示给大家看一下,它用起来是怎么样 K-Kel 好,比方说呢,我就准备了一个编译 编译这个Kernel Module 那我现在用的版本是4.15.0 那我们这边有个假设 假设你的Kernel是4.15.0 或者比这个版本更高 那如果说你的版本太旧的话呢 我们给你的程式码可能会编译不过 你要么就是升级Kernel 要么就是修改程式码 让旧版的程式可以运作 那反过来说,如果你的Kernel太新 我们给的程式码也可能会编不过 所以这时候怎么办 你要么就是安装旧的Kernel 把给我们给电程式码升级到新买的Kernel可以编译 反正都值得去做 然后你看,最终我会得到一个Kernel Module 注意到我们不会直接叫它执行党 因为它的执行模式很特别 它要注入到Linux Kernel面去才能够执行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 你可以用一个工具叫ModeInfo 那这个ModuleInfo它可以做什么事呢 它可以去看一个Kernel Module它的讯息 那第一个是打名,这没什么意思 然后再来是Version 然后呢,诶,这里有个描述 然后包含说作者,还有授权 注意到这个授权呢,可是大有学问 就是我们都知道Linux Kernel它的授权条款 主体的授权条款是GPU V2 注意到是V2,不是V3,是V2 然后呢,Kernel Module 应该也要遵循GPU的规范 那有些人在讨论说,我的Kernel Module可不不用GPU 注意到,这可能会有些问题 然后呢,除了用GPU以外呢 其实你可以用别的授权 比方说像我们这边来讲话 是允许什么 允许用MIT授权 MIT授权是什么 给大家看一下 MIT授权很简单 就是好像写一堆句话 但是我把你翻译成中文 就是这个软体呢,写出来 我们不做任何单导 你遇到什么困难啊,障碍啊,会坏掉啊 我们不管你 但是呢,我们也没那么坏 你用我们的程式码 你要去做你的使用 你要复制,贴上 整合到你的专案 或是你要去授权给别人 注意到这个叫Sub License 我们都允许你 你只要不要把我们的名字涂掉 就是我们作者的名字 作者在这里,我们作者是成功大学 你不要把我们的作者的名字涂掉 然后呢,我这个授权就可以 所以如果说一开始版本是MIT 你把它改成GPU 可不可以?可以 这东西叫做什么? 叫做Sub License 你只要怎样 你只要保留我的人格权就好 所以可以看到MIT是一个非常松散的授权 那GPU相对来讲 注意到它不是不自由 但是GPU是严格 严格跟不自由还是有差别的 就是比方说 我现在怎么讲 因为很多人经历过戒严 所以说分不太清楚 严格跟不自由 可能都把它当作一样 我们去思考一件事 像这个典型的民主国家 像美国 美国赋予人们很多自由 免于恐惧的自由 让人民有安居的自由 让人民有私人财产的一个 行使私人财产权利的自由 但是相对来讲 它的限制也是多 比方说你会有CIA 你会有联邦的调查局 那联邦的法院 那联邦也会有什么 也有些像一些税收 这种就是该缴税的 一毛都不能少 就是这种一个 它是严格去执行 可是你想 为什么它要严格执行? 它不是为了调断 而是因为要确保人民的自由 它需要一个前提 就是政府要能够运作 所以政府运作要税收 政府运作需要公权力的贯彻 所以比方说 他发现说你在路上的停止线 没有先停下车 没有先左顾右盼 确定说对下或者左右撤 都没有撤收 然后如果你没有先停下 就直接开过去 这个是这样 在不同的州 会有不同的刑法 但是基本上原则上都是可以罚你的 那这个东西就要严格 所以注意到 我们这边就是设计的调权 是MIT跟GPL的条款 那这个SrcVision 你自己有兴趣去查一下 那这边是针对什么呢? 这边是针对4.15.0 然后注意到4.15.0 这个Kernel版本 然后注意到这边有一个15 这个15是谁给的 这个15是打包套件人 也就是打包LinusKernel的 Image的套件人 你可以这样子去查询 比方说你用dpkg-l 可以去查询 查询什么呢? 查询这个 好,这时候会发现好玩的东西 4.15.0 那里面其实很多 那真正LinusKernel的主体程式是哪一个呢? 真正LinusKernel的主体程式叫做LinusImage 注意到是这个 LinusImage 4.15.0-45 然后呢 因为我们要开发LinusKernel Module 其实我需要一个东西叫什么? 叫Kernel Header 所以你看这边的讲话是什么? 4.15.0-45 那除了这以外的话呢 我需要什么? 我需要Kernel Module 所以要怎么观察Kernel Module呢? 你又可以用ElseModule 你会发现一大堆什么? 一大堆Kernel Module 然后我们这边看上一个东西叫DRN 这个DRN是什么鸟呢? DRN不是数位版权管理的 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东西是什么鸟呢?看一下 要看到吗?DRN 那它基本上是什么呢? 它是 它这个东西是什么? 就是跟这个X-Window 跟你的这个显示 就是你的X-Window 跟你的这个显示的架构有关的部分 就是说 我们X-Window 启动的时候呢 它需要在Kernel Module 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必要的一个模组 那就是说 我们有一个DRN模组 那你看 看到这个很好玩 你看底下有什么? 有Samsung的工程师 有NVIDIA的工程师 所以你看很多人的创作 好 然后更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后面有好多参数 对不对? 就是好多 amateur 在这边 然后甚至还有 包括说什么 不同的 不同的bit 会开不同的功能 诸如此类这样的一个讯息 好 然后总之呢 我呢 我把这个刚刚不是编管的吗 都很好 所以我们 我用这个mod info 看到什么? 看到clc.ko 所以看到这个 这个Kernel Module 然后呢 接着呢 我们来介绍一个东西 叫做 Test sh 就是 这上面有些细节 我先不管 真正可以知道 我先测试什么 6乘7 1981加1 2000 219-1 还有42除以6 我们来执行一下这个程式 这件事好玩 所以一看 用margin info 看这个内容 诶 我呢 我从userspace 把6乘7的字串 传递给什么? 传递给Lins Kernel 然后呢 我在等它的结果 那同理呢 我这边呢 我就一样 我传递一个字串 传递一个字串 然后诶 这个Kernel就会传1981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东西怎么实作 这个东西 很单纯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你大概猜得出来 一定有设计叫什么 file operation 所以一定要干嘛 也要打开档案 有读档案 或关档案 就是要把档案 要释放掉 所以我要注册这样的file operation 所以你看 我看招有就很快 对不对 那接着呢 你去找什么 你看 我这个init 你猜就知道 这个东西一定有什么 用margin init 所以一定会有这个东西 不行自己找 不行找看 对不对 这个东西就存在 所以你看 看扣就很快 所以就是说 你只要掌握那些关键程式码 你根本不用画什么流程图 你心里就有一个 心里就有一个图样 心里就有一个 大概轮廓 不过一开始你可能需要一些图形化 什么东西有办法去 每个人不太一样 所以我没有特别去限制各位的学习 反正总之就是 我们对init's content 有足够开发的时候 我去看东西就很快 就看关键点 就很快 就像你看那个 看那什么益州刊 看那什么苹果日报 那样 就是 你大家都知道要看什么 对不对 就是 谁又偷新的 谁又 你懂吗 就是 谁又做什么事 所以就看重点 你不用去铺陈 就是他前面写东西 一定要铺陈 这个 这个什么记者跟随 这个什么差异点又跟谁 发了专辑 别乱想 所以就是说 这个你就看重点 然后 那你看到 这边的讲话 就是我们就看一个重点 就是fire operation 所以这边 然后呢 再来是我们的fire operation 好玩的地方当然在这边 好对不对 就看一下fire operation 我做了什么事 抱歉 按错了 好 那我这边呢 就是 我们fire operation在这里 那 开档的地方很无聊 所以不管 读档案的地方呢 稍微有点趣味 就是你看到 我读取的时候呢 诶 注意看这边有个64 这给一个提示 这个64 跟后面的copy to user 有点关系 那 这个作业呢 主要是让大家去探索 要靠自己的力量去探索 探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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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rnel API使用 所以我们在 之后在作业要求 人会把那些 Kernel API使用 把它标识出来 但是这还没办法解释 诶 为什么它可以去 可以去什么 可以去做那些计算 这个东西是这样 有个方形叫 叫做Kernel 那这个Kernel function呢 注意看 这个Kernel function 会被谁呼叫 这个Kernel function 会被 在这里 这个是什么方形呢 看一下 这个东西呢 叫PrepareKernel PrepareKernel 会呼叫 呼叫 呼叫Kernel 好 所以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PrepareKernel 好 这么做 好 然后呢 诶 这东西好玩啦 我们在Write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把一个数学 表示是写进去的时候呢 我会怎样 我会去判断它的长度 那我们的 我们不是什么东西都会做做处理啦 比方说你的 字串太短的时候固管 但是我最起码会解决的 这个字串是什么 像这1加1 好 这种字串 那如果说只是1啦 2啦 1235就不管了 就不是在我们的处理范围内 好 然后接着呢 我就干嘛 就是自己去解析字串 这个不需要特别讲 但是注意到 这边写程式呢 我们就做一个 做一个处理 好 就是 这边就是有个简单的一个 就是 一个什么 一个分期字串 好 然后呢 所以呢 我就注意到 所以这边来讲的话 我们给你的版本是什么 只能做这个什么 只能做 加减乘除 对 就是 还有这个pow 指数操作 注意到这个东西 好 就是 做这种 像这样 但是呢 注意到有些实作是错的 显然这个东西是错的 注意啊 我们给你的程式码 有些地方是 不是有些 蛮多地方是故意写坏的 但是 但是一开始版本是可以 是可以用的 的确你可以有办法 的确可以用这个开始去跑 好 好 那注意到我们作为要选是什么呢 不是那么讲 讲跑出结果就好了 好 这时候呢 我们来介绍另外一个东西 好 我们称人叫做 叫做 maxex 好 这个maxex是什么 我往下卷 就是我们提供了一个工 提供一个 好 我们提供了一个 工具程式 好 叫做maxex 它不只是一个工具程式 它是一个韩式库 好 那你可以呢 它可以接受一个数学表示式 好 比方说这个 我x呢去指定成事实 好 然后呢 呃 我可以指定add 是哪一个add 你可以做一个 预设的add 好 预设的add是这样 两个 两个浮点数相加 好 那所以我可以指定 x设定成事实 好 然后呢 2跟 40去做加法 好 那当然你知道这结果很软 这个结果就是42 好 而且我过程中还可以去解析这个字串 好 然后呢 如果你要看它具体怎么用呢 你可以看说这个 像这个用法 比如说 诶 unitest 好 比方说像这个 就是说你可以去测试它是什么 测试1加2 好 那它的 跟实际上 透过编译器去帮你处理的 1加2 好 去做比较 1加2啦 4-2啦 2-2乘3 就是很基本的这个操作 好 那除了这以外呢 它也有可能像这种 这个东西真正的什么 真正的指数操作啦 好 2的三次方 好 然后除了这以外呢 你还可以干嘛呢 你还可以处理 中文字 6 刷7 8 6 对标外 好 因为我可以指定变数嘛 所以我指定变数的时候 我可以指定 国字的6 应该是 国字的6是6 好 然后呢 国字的7是7 所以你可以干嘛 可以6乘7 好 那你说我前面把它改成小熊跟维尼 会办法怎么是 好 我们来改一下吧 小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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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底下是什么 底下是维尼 维尼 好 那所以呢 这边来讲话就是什么呢 就是小熊 乘以 维尼 小熊 都是维尼 不得维尼 维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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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这时候好玩了 我们来跑看 你可以来跑它的那个 unitest 比方说我的 du test unit 好 所以看到我小熊呢 指派成6 那维尼呢 是7 所以小熊维尼就等于吃蛇 顺便来看一下它的那些测试项目 所以 我除了可以做那些数字运算以外呢 我可以干嘛 我可以指定个字串 我可以指定像刚才来讲 示范指定不同变数 那甚至来讲话呢 你可以指定像这个 你可以指定像这个 你可以指定tau 然后三乘以tau 这是多少 然后 你还可以接受一些 escape collector 像这样东西 所以你看到 我们给定的这个层次 其实很强大的 那它有一个严重缺点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userspace的层次 注意到 它编出来用一个userspace的层次 所以大概猜出来 诶 大概猜出来 我们这个作业要求吧 就是 请你把这一段强化过的一个什么 强化过的这个 数学表示式的 函事库 整合到linux kernel去 所以注意到呢 它一开始呢 是一个userspace的层次 它没有什么额外的相依 然后它的层次码也是很简单 就是我们看一下它的层次码多长 它层次码呢 就是 主体层次码只有 就是unitest不用管 所以就是比方说 这个espr.c 然后 所以它实际上 主体层次码还不到800函 但是我们不到800函的层次呢 可以让你做很多操作 而且它够快 在很多时候 一般的电脑上 大概就是 简单操作 大概50个nosecond就可以跑完 然后它的这个写法还单纯 然后基本上你常见的 这些数值操作的 像bys logical operator 基本上都可以支援 那也可以包括说 你的那个 可爱的小熊维尼的 那个什么 小熊维尼的这个 变数名称 也是支援 然后那时候 那简单啊 我就把刚才那段程式码给它 改一改 把它弄到刚才那个 刚才那什么 Kale.c 就可以了 你说这个简单 不就是考我系人 注意到这个作业不容易啊 注意到这个作业有那些复杂的地方 因为 刚才那段程式 注意看啊 刚才那个程式呢 我大量的出现什么 大量的出现flots 这就是显然的吧 就是 我们会设计到浮点数预算 可是很不悉的地方是什么 Linus kernel里面 不是不能用浮点数 而是有限制 它的浮点数使用是有限制的 那这个有个说法 Robert Lard在他的书 Linus kernel development 有讲到这个东西 我使用浮点数是允许的 但是呢 它是有限制的 在多数的情况下呢 我们会希望说在客统里面 不要轻易的去用浮点数 为什么 因为浮点数本身 它在执行的时候 可能会遇到什么 0.0除以0.0 这种0除以0的问题 然后浮点数在运算的时候呢 会遇到一些 all flow 或者under flow的问题 然后或者not a number的问题 还记得刚刚讲数字系统 还记得吧 那个not a number 或者是有无穷大的问题 大的数乘以大的数再乘以大的数 所以这些东西呢 就会设定会用一个trap 那一旦trap发生的时候呢 我的处理器的执行模式会改变 可是呢 在预设的trap handle 就是在Linus kernel 所以如果说你在kernel里面执行 一段会发生trap的程式 它就会跳到 还是跳到kernel里面 所以它没办法trap它自己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障碍 所以怎么办呢 一般来说呢 一般来说呢 就是避免去用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用 可不可以 其实是可以的 就是用法比较复杂 请看底下这些stack or phone 上讨论 然后另外一个知名的Linus kernel的开发者 叫Rusty Russell Rusty Russell这个人很有趣 你可以去看他的一些演讲 跟他的创作 他的兴趣很广泛 而且他写的code真的是很神奇 我不知道怎么描述 很美 然后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说很多时候 我们做context switch的时候 很多时候是不会理会 following points 注意到我们浮点数的 在硬体来讲 它是一个独立的电路 专门来做浮点数 Pipeline的设计也是一样 Pipeline 整数跟浮点数是两条不同的路径 就说这个Pipeline 那个Super Scaler来讲的话 我的Integer跟Float是两条不同的路径 那在实际上电路设计也是完全独立的电路 然后如果说我每次要做context switch的时候 都要去切换FPU的register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我的context switch的时间成本是很大的 那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不是每个程式都会用到浮点数 所以在Linux来讲话的context switch 它有做一个最佳话 就是说我先去看这个程式有没有用到浮点数 如果没有用到浮点数 我根本就不要 不要去保存FPU相关的暂停器 也就是FPU的context 可是就是会有某些情况下 你就是用浮点数 所以的确LinuxKernel也允许到你用浮点数 来看一下 它怎么让你做呢? 小熊都是为你准备好浮点数 其实LinuxKernel是可以用的 但是它用法有点限制 就是这里 你要特别去标注说LinuxKernel FPU Begin FPU End 所以我有这个开头有这样结束 可以去确保什么FPU的状态 注意到在这份作业呢 我们会要求你去做点功课 去研究一下LinuxKernel到底要怎么用浮点数运算 好 然后呢 我们在这份作业的这个撰写 会有个要求说 请你等一下 先避开用浮点数 说那这样不对啊 就是奇怪 我给你的作业不是 给你的程式码不是有一大堆Float 对不对 简单了就把这个Float把它改成INT 放心了 把Float改成INT的话 你的那时候的UnitTest更过不了 你看哦 你设想一个情境 你设想什么情境呢 如果你的系统不存在浮点数 你看哦 我2加3 2加3除以2 这个 这个东西呢 它的答案是什么 2加3等于5 5做整数出法 是会得到的 会得到 3是2 那余数是1 可是呢 如果说你这样做这样的操作 看到吗 这东西有点好玩啊 好 你做这个操作来讲的话呢 这样的也是怎样 也是2 可是在系统做整数加法的时候 就不是这样了 2除2是整数除整数 所以这个答案是什么 1 3除2是整数除整数 所以它答案是什么 是1 那所以这边来讲话呢 咦 这个这边你看哦 这个是2除21 那3除以2 3除2多少 3除2呢 也是1 所以这个是1加1 这个会得到2 乍看好像没什么问题 对不对 但是呢 有什么状况就比较奇怪了 那如果是3加3呢 3加3除以2是什么 显然是3嘛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用刚才的逻辑 3加2 3除以2 好 然后你看这得到的东西是什么 整数除法会得到2 好 所以你看哦 如果你冒然的把 冒然的把什么 把浮点数拿掉的话 好 你看 如果你把这个浮点数 因为这样子写才是符合 我们一般讲数学 试着运算得到的结果 好 但是这边的结果是什么 是整数的除法 好 所以你知道发电问题吧 如果你只是把我们刚才给定的程式码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 把flow的地方改成 你根本连那个基本程式都过不了 好 那所以这时候呢 就遇到一个很困难问题 你就需要做什么事 你就需要去思考 好 我如何找到一个浮点数的替代表 也就是说 我在坑里面不用浮点数 但是可以做到浮点数的运算 好 这时候我们要介绍一个东西叫 定点数操作 这个英文叫什么 叫fix point 这个东西叫fix point 然后这个之前我们的学生有做一个报告 然后他有个相关的解说影片 请你们慢慢看 然后他就跟你解说什么是浮点数 然后因为我们在课论里面不能随便用浮点数 所以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要设计一个东西叫定点数 什么叫定点数 就是说 简单就是说我用一个 用一个数值范围 比方说我用一个30万元的数值 那我在这边呢 自己去定义什么 自己去定义我的这个 数值处理 也就是说我不使用硬体的 我不使用FPU的register 我不用FPU的context 但是我自己去控制 自己去控制这个 就是怎么处理净位 怎么处理怎么加法 处理资料 然后所以这个 当然说not number 你也要自己去处理 就是看 除非自己去定义 否则没办法做这个处理 然后注意到一个事情是什么 就是fix point 在某些case下是很有用的 尤其在整个人工智慧 那我们都知道就是人工智慧 那种深入学习 它会面临大量的浮点数 所以如果说你可以针对这个浮点数 做一些调整 让这个数值范围 比较可以收敛的话 你会发现好玩 你看这个 这个数值 大部分都在这个范围内 那相对来讲 那个什么 我的硬体的浮点数 算很快 但是分布就这样 就比较广 好像比较广 好 然后所以呢 这边来讲话 就是去跟讲 这个浮点数的测试 所以以这个作业来讲的话 我们希望做到什么事情来继续思考 我们希望你去用fix point 去改写原本的filling point 让原本的数学表示的程式可以运作 那过程中你可以去参考一个很酷的 就是你看到这个 这个程式 刚好是20年前的程式嘛 不过它也是有参考价值 这程式做什么鸟 就是说 我们在linus kernel里面 如果要用浮点数 不能直接用 怎么办 我就用这个定点数 fix point 那这边就是一个实作 告诉你要怎么去处理 比方说 我要怎么去表示我的sign bit 表示我的指标 是这点 那是提下一些操作 然后这边呢 就有什么 对应的程式码 就可以去看它那个程式码 然后注意到这个程式码 整整20年前的东西 但是还是很有那个参考价值 注意到我们不是叫你把这个端程码搬进来 是去学习里面的那个数值处理的概念 那特别要处理一些什么oflow这种case 这东西很讨厌 但是 你们就要去解决 然后呢 这里面呢 就会有很多bwise的操作 有没有看到这个帅气的bwise 该位移的位移 位移 那除了位移外呢 还有什么东西要考虑了呢 就像这种 这个东西怎么写法那么奇怪 对不要怀疑 这东西可多了 然后 你只要用到那个 你只要用到 Portable版本就好了 就是你应该要避免用那个组合源的版本 就是你用Portable的方式去实作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用CPU指引 然后当然如果说你真的愿意想要练习 用那个CPU指引 也可以写一些in-line设计 也可以当一个练习 好 然后呢 所以你看哦 我们为了要让这个kernel 里面做这个复典数据算很麻烦 这个东西是刁难人啊 对不对 我们的作业怎么都在刁难呢 Linus kernel的schedule 叫什么 这个新版 从2.6.33开始 有的新的schedule叫什么 叫CFS 那认证看它的这个注解 它的注解跟你讲什么事呢 来看吧 它的跟你讲什么事情呢 就是来搜据一下FIX 对 所以你看哦 其实这单程式码就跟你讲什么 就是需要 定点数的运算 所以你看哦 我们是一个schedule 注意到啊 它是一个排程器 我们思考一下排程器在做什么事 它是挑出下一个 任务 对啊 下一个 直接进去啊 下一个行程 反正总之我要调出下一个任务 那可是好问题要是什么呢 在做这个排程的过程中 无可避免会涉及到数学运算 而且这数学运算呢 并不能完全用整数运算 像这个 就是我 我就是需要浮点数 可是呢 我浮点数又不能用硬体的浮点数 所以我需要用什么 有需要用FIX points 对吧 Y78 所以你大概猜得出来 我们想要你干嘛 你大概猜得出来吗 我们想要干嘛 我们想要你呢 去 去研究 怎么用FIX points 改写 当然你要自己设计 你自己的FIX points 不然说 Not a number 或是无穷大 这个东西 你要考进去 那这个东西在schedule.h有 然后这个内部的话 这边 你看 数学里方出现了 这个什么 这个是Linux的schedule里面的程式 你告诉我 没有数学 有啊 没有就是数学啊 你看这个数学在干嘛 去计算CPU的使用率 所以你看我讲的CPU的使用率是什么 像这个 像你在画面中来看 我这边有24个CPU Core 然后呢 CPU Core里面呢 如果有标红色的地方 表示什么 表示有这个 有负载的 有 有 有那个 有那个CPU Core 是有在使用的 所以我们刚才那个schedule 它其实要考虑到不同CPU Core 的 负载的什么 负载的程度 对吧 然后呢 注意到一件事 因为我不能用浮点数 所以我要改用什么 一样我需要用到这个 Fix Point 而且我还需要一个什么 需要一个近视值 所以注意到 上面筑节写那么多呢 乍看好像看不太懂 没关系 我们就是叫你回去看懂 然后 所以这个东西要做什么 它其实是计算 CPU的负载 那它上面有个数学式 而且它有一个近视式 就是注意到它这边有个近视式 Power2 所以 我们在第一周学到那些Bwas 在科农面 就用得到 你说这段程式码那么刁钻 什么时候用到 你只要打开Linus 就用到 这是Python都会用到的东西 而且它灌不掉 所以注意到 我们为什么要掌握Linus 就是像这种细节 如果你不把它当初一回事 把它跳过 哇糟糕了 你可能就是 真的是比皮毛还皮毛 我非常讲 学皮毛你至少还知道 骨头在哪里 贴富在哪里 如果说你是没有根的 东摸一个西摸一个 你根本穿揭不起来 所以再次强调 我们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西语的 那个关键 不是说 只是语义法 而是像这个Case 我们要只知道 我们今天推导出一个什么 推导出一个近视值 那我们要怎么去表达 怎么去解释 它的思维是这样一回事 好 那在之后呢 我们这个什么 我们这个作业的相关程式码 会在这个 会在 2月26号的那个下午 我们把那个完整的这个程式码 还把一些说明会补上 所以这边来讲的话 你可以知道说 我们在这个课程的第二周 我们就是正式切入Linus Kernel Linus Kernel的开发 不顾北京的反对 我们就是要开发我们的Linus Kernel 而且我们在里面开发一个计算机 那注意到一件事呢 这个计算机呢 它的意义是很深远的 不是只是为了处理Fix Point 从浮点 从Forting Point 变换成Fix Point 不是只做这件事 这很重要的没错 但是更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呢 它其实是让你体会到 其实你就是在写一个什么 你就是在写一个Virtual Machine 这个Virtual Machine 所以其实你本质上 就是在实作一个虚拟机器 而且事实上Linus Kernel里面 就内建了 一个或是更多个虚拟机器 那里面最有名的虚拟机器 叫做E-BPF 我们在第四周的时候呢 会来探讨E-BPF 来做这个动态追踪 那我们在第四周呢 也会继续来探讨这个虚拟机器 不过你一定要写过 写过什么 或者研究过一个可用的一个 虚拟机怎么运作 像这个逆波兰表示士 这样这样 就是你需要一些背景知识 然后你要去追踪像这样的一个小程式 就是说它只有800行不到 但是它可以做什么 可以去解析的语法 它可以支援这个变数 所以你可以去思考一件事 就是说我们把刚刚那个程式在扩充之后呢 其实它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它就可以变成一个程式语言 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这个东西 然后这里面呢 还内建一个什么Benchmarking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每一个操作耗费的时间是多少 然后 那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这个表示是越来越复杂 那它其实耗费时间会增加 但是呢 相对来讲还是够快的 然后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Benchmarking 是在User Space 那一旦我把它搬到Linux Kernel 然后换成FacePoint之后 它的这个数值可能显然会有不同的 所以我们也是要去思考这个议题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周的作业其实是很有挑战的 就是让你深入到Linux Kernel 然后最后提醒大家一件事 就是因为你写的程式版 会直入到Linux Kernel 所以你可能会开发程式开发到一半的时候 会怎样 Kernel可能会cratch 就是 那Kernelcratch怎么办呢 你电脑就不能硬做了 所以要特别注意到一件事 那你要避免这个状况怎么办呢 要么就把程式写好 不然就是你可以用一个虚拟机 就是在安装一个虚拟机去执行你的程式 去把它的正确 但是最终做效能分析的时候 要避开在虚拟机里面执行 所以最终做效能分析的时候 还是要直接执行在硬体上的Linux 不通过虚拟机 你才能得到有参考价值的一个数值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这周 我们就贯串了Linux Kernel的一个概念 然后把西元尤其是数值系统相关的议题 我们就做了一个探讨 让你去体验到自己写的程式 它的影响 以及对未来 不管是第三周、第四周 做一些相对的准备 好,那我们先到这里 谢谢